据印度媒体报道,当地时间9月3日,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接受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采访。 在主持人向他提问,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最令他惊讶的事情是什么时,苏杰生竟然出人意料地突然批评起美国来。 苏杰生说,最令他惊讶的有两件事,第一件是中国的崛起,他说中国的崛起速度和影响力超出了他见过的任何预测。 另一件是美国改变了自己的行为,苏杰生表示,很多情况下国际大师都是围绕着美国这一关键之点而展开。 如果美国改变了其立场和方式,那么将会产生巨大的反响。 美国的联盟关系覆盖全球很多地方,美国已经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对该联盟效用和联盟条款的看法和评估。 然后苏杰生开始批评美国,这个世界是有自己秩序的,像多边主义、联合国、世界贸易组织等。 然而美国在多边主义问题上的立场有很大不同。 在我看来,美国正在打乱世界秩序,以便自己得到更好的待遇。 此外,在谈到中印关系时,苏杰生表示,现在不是双边关系中最容易的时候。 但他补充说,两国大臣和解是当务至极且至关重要。 这不仅仅是对两国自身而言。 苏杰生称,自己没有淡化边界问题的挑战。 我完全相信,必须通过外交途径来找到解决目前局势的方法。 印度外长这一番谈话听起来有些出人意料,甚至有人感叹印度终于有一个明白人了。 然而事实上,印度高层决策者对美国破坏国际关系秩序一直是很清醒的。 苏杰生在2019年就不止一次地说过,世界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受到挑战,指的就是美国。 打压中国之际,从中国这里捞好处。 然而印度一方面明白特朗普政府的险恶用心,一方面也要把握火候。 与美国的配合和演戏不能过头,不能让中印边界局势失控。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发出信号,贾欣欣地表示愿意调和争议矛盾。 从这个角度来说,印度外长苏杰生公开说几句美国的坏话, 也是警告特朗普政府不要错会了印度的意思,印度是不会轻易上当的。